彰化縣府打算在西湖鎮 一處公有地新建豬糞尿多元 利用共同處理中心 可以處理六萬頭豬的排泄物 不過當地里長和發展協會 監視率領的上百位民眾到縣府抗議 和警方爆發了激烈衝突 農業處則強調 全案已經進入可行性評估 後續會辦公聽會和說明會 針對率眾的里長 還有理事長以不實影片 還有錯誤訊息 企圖誤導民眾已經正式提告 300位民眾衝破60名警力組成的防線 企圖進入彰化縣政府 結果爆發激烈警民衝突 雙方扭打過程中 有好幾位民眾跌坐在地 彰化縣府為了解決豬脂糞尿尿問題 向農業部爭取3.4億 打造豬糞尿多元利用共同處理中心 規劃設置在東羅西旁公有地 當地西湖鎮西市里民眾不滿選職地點 西市里長與發展協會去年八月就曾發動抗爭 他們痛批縣府曾以公文回應 為取得民眾共事前不會貿然設置 但現在傳出全案已進入可行性評估 十二號再次來到縣府抗議 痛批官方言而無信 從頭到尾都是騙局 主任當初是說要處理去規劃 結果現在要處理其他縫隙 比頭參與二人 結果我們規劃店也處理不完 他說三公里而已 所以對頭要做出一個騙局 我們覺得很生氣 我們一定會讓你們了解 這樣的一個建設 是沒有 不會讓你們的空氣汙染 連三公里還會用管線 用管線不會 警方舉牌警告要求民眾冷靜 縣府出面接受陳情 強調後續將舉辦公聽會與說明會 農業處則認定西市里長蔡福柱 協會理事長張俊傑兩人 以不實影片及錯誤的訊息 企圖誤導民眾阻撓李明參與觀摩會 以依刑法三百一十三條 散佈留言或以詐數損害他人之信用 正式提告 記者 阿民 鳳倫濤 彰化報導